同学们,我们来核对词语填宗的答案。 第一题。 我提水五楼时, 睡在每一层楼梯的平台处停下来, 喘口气。 爸爸讲了我小时候做的一件傻事, 我们都捧腹大笑。 小偷看见警察来了遍, 扒腿就跑,以免被逮住。 虽然下着毛毛雨, 但是阻止不了, 邻叔叔去菜园收割蔬菜。 老师要我们诚实待人待己, 千万不能,自欺欺人。 我们要从错误中戏取教训, 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。 每逢下雨天, 奶奶的风势病就犯了。 邻居软饭爆竹时, 我用棉花塞住我的耳朵。 好,到这里为止哦,拜拜。